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创建了第一个仓库和第一个Commit 这一次咱们要以建一个有模有样的静态页面 这样一件事情给大家再创建四次提交 然后在这四次提交当中 让大家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Git工作方式的习惯 它有个什么习惯呢 咱们在工作目录上修改的变更 首先咱们要先把它添加到暂存区 这个暂存区是Git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功能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暂存区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工作目录里面做了变更 对吧 假设你有其他的方案 那你不妨把这一次的变更先放到暂存区 然后再尝试着用另外一套方案 假如第二次的方案还没有第一次方案好的话 这个时候暂存区的东西就可以覆盖工作区的东西 所以说暂存区在各种各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当中 还是蛮有作用的 也就是它可以暂存暂存的意思就是暂时的存放着 还不是作为一个正式的提交的 但是它已经被Git管理了 暂存区的东西呢可以就是很容易的就被Git近一次的变成正式的提交 同时呢它如果不合适又可以回退 所以添加了暂存区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这一期就是说一个静态页面 为什么用四次提交呢 这个是作为一个课程的这个编排 我们希望就是后期呢会基于这四个变更呢 我们很可能在工作当中发现之前创建的这个Committer呢 需要调整 很可能会有说需要修改历史啊 或者说把这几个Committer呢进行一个整合这样一个需求 那么为后面的演讲呢打一个铺垫 那么我们来创建这样一个有模有样的静态页面 分四步骤 第一部分呢我们会从别的项目里面拷贝一个啊 index的文件和logo 然后呢再往里面添加这个格式文件 其次呢加上一个动画的文件 script.js的动画文件 最后呢我们还需要尊重版权 对吧 因为这个项目呢我们参考了Gihab上面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静态页面的尾部底部呢 会添加参考项目的这样一个信息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对吧 来熟悉Gate这块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要把项目文件呢 纳入到Gate管理 通过本节的讲解呢 让大家对这个赞存区 以及怎么添加的过程呢 有个深刻的认识 好 我们来做演示 现在的工作路径还是我们之前创建第一个仓库和第一个committer的地方 我们就基于这个项目做深入的开发 好 那个index文件呢 在我们这个上一集路径 里面把它直接拷贝过来啊 把它放到这个当前这一块的话 我们叫HTML文件 拷贝过来 然后logo文件 logo文件的话呢 它是在一个image的文件夹里面的 我们就把image直接拷贝过来 拷到当前这路径 那我们看一看 现在是增加了一个文件 再增加了一个文件夹 再加文件夹下面的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跟Gate打交道的话 经常要看现在的Gate工作目录和赞存区现在是什么状态了 所以我们会用Gate status来看一下 这边提示说我们下面的这个文件 Gate以前从来没管理过 它告诉你untracted files 那怎么样把之前没被Gate管理的 变成Gate管理的呢 首先我们得执行add add后面可以加多个文件 包括文件夹 这样 添加进来了 然后status看一下 那这个提示信息告诉我们呢 就是说下面的这些东西呢 已经放到赞存区了 如果你认为它合适呢 就可以通过Committed的方式生成一个Committed 那我们先验证一下 它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想要的东西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刚才的image下面的这个logo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index.html呈现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页面是很简陋的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还应该给它美化一下 那美化一下在这个静态页面的技术里面呢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css的文件 在添加之前 那刚才的这个变更 我们先把它创建一次正式的提交 叫做这样简单一点 为什么要做这次变更呢 就是add index 加logo吧 我们用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 写一下变更的理由 就这样 那看一下 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message的信息 然后这个就是作者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正式提交的这么一个ID号 然后把屏幕先清理一下 好 那么考虑到页面太简陋了 我们需要从别的地方参考一下 把css引进进来 我们看一下 这块还没有文件夹 那我们先建一个 style是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 再从别的地方 把这个style是文件的拷贝过来 拷贝到我们的文件夹路径下面 然后这样 然后文件名呢 直接叫style.css 好 然后看一看 现在我们这边多了一个style是 文件夹 然后不妨看一下style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好 这个文件的内容 css 你看这个就是css的格式是吧 也就长这个样子 它对每一个htmo的这个element元素呢 进行了这个格式的设置 那么有了它之后 我们看看这个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的路径是在style是里面 所以我们要退出来 退到负路径下面 再看一看 显示 对吧 在这个路径下面就有一个style的文件夹了 那我们看看效果如何 这个不出意料的话 加了css的这个静态页面 应该比现在看到的应该更加美光了 我们把页面刷新一下 对就长这个样子啊 那背景色是橙色的 我还是蛮喜欢橙颜色的 好 那我们认为这个是可接受的 所以呢 咱们也把这个添加到暂存区 把style是这个文件夹 机器下面的这个style4.css呢 用git广力起来 我们看一下效果 它提示我们这个文件可以纳入到 正式的的版本历史里面去了 那我们通过committer的方式 再添加为什么做本次变更 addstyle 我们简单一点 添加了这个格式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历史 最上方的这个就是新生成的这个committer 对吧 然后呢 它的这个就是committer的消息 叫addstyle.css 那好 我们现在的这个页面呢 估计还缺少点动画 不信我们可以切回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这边的话 我们期望呢 点这个上面的这个terminology的时候 术语的时候呢 可以下面呢 出现一列的清单 以后可以往这个术语里面添加 我们学到的术语 然后点基本命令的时候呢 下面也会展示一些基本的命令 也可以往里面添加 我学会了哪些命令 就可以往里面添了 那我们需要再增加点 JS的东西 动画的东西 先把屏幕清一下 咱们直接 退到这里 然后下面有个JS的文件夹 把它烤到当前路径下 我们看一下 对 这里 那JS的文件夹路径里面呢 就有一个script的JS文件 这个就是JS的脚本语言 它所起的作用呢 就是要点击一下上面的元素 然后呢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它添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啊 应该在这个路径下展示 那么会说这个JS还没有被跟踪 还没有被GIT管理 那我们切换到IE浏览器上面 看一下效果 刷新一下 我本来期望的是 比如说点这个 terminology的时候 下面要有东西呈现 点Basic commands的时候 也有东西呈现 我们看一下 哎 确实有了 这个动画已经有了 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往这个里面 添加东西了 对吧 咱们学到了GIT的哪些术语 以及这个有哪些基本命令 就可以往里面添加了 那这个JS可以被接受 于是我们就把它添加进去 添加到暂存区 然后呢 再通过Commit的方式 把它加进去 写个变更理由 所以添加了JS 对吧 然后GIT logo 我们看一下看 那总共是readme 有了 然后index加logo 加这个star.css 再加我们动画 还缺一个东西 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啊 参考了GitHub上面的 某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参考项目呢 也放到那个我们的index文件 静态页面的首页当中去 好吧 我们需要在这个index的尾部 添加点东西 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直接把现成的代码呢 拷费进来 就是我们需要在页面尾部 添加一点信息 我们参考了哪些项目的信息啊 这样 这个是我们参考的项目 来自于GitHub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大家看 左边出现了参考项目的这个信息 不过我觉得这个放在左边太难看了 所以我们把它调到右边来 那这个我们还是来通过编辑CSS来实现 为了节约时间 咱们就直接从别的地方拷贝这个文件吧 先把它打开 跑到文件的末尾 这个是说要把缺审的这个type键 转换成多少格 稍微把格式调整一下 这个地方还有个空格 然后先保存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好的 这个是我想要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也有了 那咱们的这个整个静态页面呢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现在末尾的这个参考项目也有了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把它存进去 存到给的仓库里面去 好 回来 这块OK了 那这里的状态呢 就是提示修改了两个文件 要把这两个文件一块添加到暂存区 现在教大家一个新的用法 就是对给他已经跟踪了的这些文件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 -uupdate的代表的所有工作区当中 被git管理了 已经控制了的这些文件呢 就一起提交到暂存区 用个-u就可以了 后面没必要把具体的文件名都写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状态 已经进来了 如果要把这两个文件 作为一个集合提交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commit命令 把它创建出来了 我们说add referring projects 增加了这个引用到的项目的这样一个信息 清一下屏幕 截止到目前为止 静态页面已经完工了 我们看看总共生成的几个committer 之前是readme 是我们的第一个committer 在这后面呢 我们通过创建静态页面 初始的这个框架 加一个logo 外加呢 美化了一下 通过style.css文件 然后呢 还添加了一些动画 就节约式的动画 外加把这个参考的项目的信息 也添加进来了 所以咱们的这个直线型的 对吧 就在一条分子上面进行开发的 直线型的这个版本历史 已经完整的出来了 有五个 那么咱们回到我们的课件 把这堂课的内容稍作回顾 咱们通过四次提交 然后把右边的这个git的工作方式呢 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四次提交了 进行了加强 总之 咱们跟git打交道 就要记住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在工作目录上面修改的东西 最好通过git这个add的方式呢 先把它添加到暂存区 如果通过挑挑简简的 这个文件的方式呢 合适了 都放到暂存区了 比如说 你修改了五个文件 这个五个文件 都是为一个目的而做的 那当这个五个文件 都修改完毕 OK了的时候呢 我们相当于这个集合呢 做一个统一的提交 那么通过git commit的方式 把它纳入到git的版本库里面 这样就正式的一个committer 就生成了 那请大家记住 这样一个工作的方式 这个习惯是比较好的 就是先在工作目录修改 然后添加到暂存区 最后一个变更的集合 放到git的历史库里面去 那么后面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讲解 因为工作当中有时候嘛 你会发现 曾经取的这个文件名呢 到某一定程度的时候 发现不合适了 还会存在需要变更文件名的方式 那在git当中 是如何去做文件变更的呢 怎么样做比较规范 比较有效率呢 那我们下节课进行讲解